这个性感妖娆的女人看起来柔弱不堪 却是杀手排行榜第20名的狠辣人物 而今天她的对手是一名顶级的格斗高手 高手看到对方就穿了几条红布袋 端实心生轻视 完全没有把女人放在眼底 结果下一秒惨遭打脸 愣是没撑过三招就被打怕 从女人的身手上能看出 她所在的杀手组织卧虎藏龙 最近杀手组织的老大杰克 盯上了一位隐居在山林养象的青年托尼 托尼八岁习武 男拳背腿都略至一二 尤其是一种碎象拳打得出神入患 可惜托尼现在一心之想照顾自己的大象 不愿插手江湖市 杰克为了引托尼出身 决定对他的大象下手 正好杰克最近有个任务 也能用上大象 另一边托尼正在山林橡胶园里 过着于事无争的生活 这天园长来找托尼 说有人高假买他的大象 托尼二话没说直接让他滚蛋 买什么也不能买自己心爱的大象 园长只能半幸离开 最后托尼把大象留在家里 自己去帮父亲村民干活 没想到等他回来的时候 发现大象不见了 只在地上找到一张被遗落的园长名片 不用想一定是他把大象给偷走了 难道园长不知道在泰国有一句话 碰托尼假大象者必死无疑 隔天托尼一路从门口打到园长办公室 却发现他早已死去多时 大象也不见了 而园长身上的致命伤明显是碎象拳所为 这方圆百里能用出碎象拳 且一击毙命的人 除了托尼再无其他人 托尼意识到这是有人在陷害自己 此刻园长两个从小习武的双胞胎侄女 大奉二奉突然赶来 看到这一幕 无以为托尼是杀害叔叔的凶手 上来就动起了手 托尼试图解释对方却根本不听 就在这时 屋外响起了警惕声 托尼明白 要是就这么被警察抓住 立将百口莫辨 于是托尼打退两人后 掉头便跳出窗外逃跑 两姐妹见状 紧追不舍 警察也开始追击 要不说托尼八岁习武 结交拐弯时 撞见一名国际警察马克 老在此人跟托尼是好朋友 托尼在他的掩护之下 成功甩开身后的警察 事后马克约见托尼询问情况 后者一五一时全部告知 马克忍不住吐槽 大象怎么又丢了 看古东英宫系列电影的小伙伴都知道 在上一部中 托尼的大象就是马克帮忙找回来的 马克这个国际刑警之所以出现在泰国 是一位明天卡塔纳共和国的统治者 想访问泰国 马克已经得到情报 有一些恐怖袭击针对这次会面 而那个园长跟这起事件一定有关联 马克误以为托尼出现在那里 不光是找象 应该还知道点什么 托尼听闻一脸无奈 他真的只是在找大象 就在这时 大缝二缝通过调查找到这里 托尼见状刚要进行解释 门口突然涌现出一群机车党 二话没说朝着托尼而来 但一跃而起踢飞一人 托尼看出这些人是在针对自己 避免连累到双方胎姐妹跟马克 他急忙跑得出去 机车党刺紧追不舍 托尼凭借灵魂的伸手 逃避机车而来的机车 但终交架不住对方人多 在连续干尿几人后 托尼有些招架不住 他只好爬上房顶 逼机车党下车格斗 一番发觉笑腿过后 再次撂倒住人 没想到这群机车党跟蚂蚁似的 根本是安置不计 无奈 托尼只好一边开起跑酷模式 一边攻击 随手抓住两个机车党 就从楼上睁了下去 很快 托尼检方出现一条轨道 远处驶来一辆火车 他回头望了一眼追兵 然后 毛足劲 在火车到来的前几秒钟 跳得过去 身后的追兵就没有那么幸运 直接被火车头撞飞 刚摆脱一批机车党 还没等托尼写口气 又有一群机车党出现 这次 托尼从楼上跳下 随手抢了一辆摩托车 与街道上的机车党飙车 毕竟人家是专业的 本快就追得上来 托尼最后被逼得 只能拐进小巷里 汽车而逃 跑出来 刚好遇到一辆车 托尼一跃而起 跳了上去 不亮 对方巨人跟飙车党是一伙儿的 一脚油门冲了出去 开始飘移 托尼只能死死拔住汽车门框 最后 托尼瞅准时机 跳下车 抢了一辆摩托车 继续逃跑 达到一座高架桥上 托尼顺手爬上一辆行驶的货车 机车党劲撞逃出手枪 打爆货车轮胎 瞬间失控 撞到大桥边缘 停了下来 因为惯性的原因 托尼被甩了出去 跑在他的脚 被货车上的绳子缠住 托尼绕着大桥 当了一圈后 重新回到桥面上 托尼赶紧解开绳子 坐上路边的一辆工程车 机车党随即冲过来 工程车刚好启动前进 他们没反应过来 一头冲进了大海里 虽然没抓住托尼 但伸手不行的马克 得知机车党任务失败 立即派组织里 排名第二的杀手老黑 却把托尼抓回来 那么利用马克的手机 给托尼发去短信 把他骗了出来 到达约定地点 托尼意识到 这是个圈套想要走 都没想到 这时一直跟踪 机车党头目的大风二凤 也来到这里 一场大战 不可避免的发生的 托尼不愿伤害姐妹花 将其暂时打退后 便掉头就跑 老黑则带人追了上去 把托尼堵在一厅厂房里 托尼迅速出手 解决掉一众小喽啰 姐妹花则在这个结果眼上 跑了过来 大风跟托尼缠斗起来 托尼不想伤害他 处处留守 而老黑并不关心 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上去就抓住二凤 使出一招 势大力尘的碎像拳 送他领了隔饭 这一幕刚好被大凤砍到 到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 老黑才是杀死叔叔的凶手 李杰与托尼停止对战冲向老黑 奈何实力不济 被当场撂倒 关键时刻 托尼赶来叫场 与老黑对打起来 逢大凤解了围 两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实力几乎相当 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 大凤为了替妹妹和叔叔报仇 拿出毒针刺向老黑 这只却射偏击中了托尼 在毒针的作用下 托尼逐渐落入下风 最终被老黑一套重拳击中 倒地不起 晕得过去 这时老黑看到托尼脖子上的毒针 明白自己胜之不武 最后老黑把托尼抓回杀手基地 大凤则重准时机逃离了现场 等托尼醒来 发现身上绑有电击器 他的正前方则站着自己的大象 其身上同样也有一个电击器 杰克想要托尼加入自己的组织 执行一起暗杀任务 见托尼不肯 他起动手上电击器开关 托尼一阵潮处的移植 大象也跟着了一点 原来两者之间是相连的 托尼不忍心看大象受罪 只能答应下来 而园长被杀 则是杰克精心设下的圈套 为的 就是把托尼一步步引到这里 接着 说一线到一万 原长只不过就是一枚棋子 至于那场即将发动的恐怖袭击 幕后指挥者正是杰克 关于这场恐怖袭击 后面会讲到 因此 咱们先往下介绍剧情 大凤这边逃脱后 一路调查 找到关押马克的地方 打约守卫 把他叫走 接着 大凤威胁马克 带自己来到警方的停尸间 开始输出尸体上伤痕的位置 跟二凤一模一样 这下 大凤确定 杀手就是老黑 随即把马克放了 自己则去寻找老黑报仇 另一边 托尼也接到加入组织的第一个人物 自杀一位酒店里的政府高管 防止托尼逃跑 杰克特意派了一名手下 拿着电击器开关监视着他 感受过电击痛的托尼不敢耍花招 来到酒店乘坐电梯 来到高管所在的楼层 一路试图破竹 杀掉连途保镖 成功抓住高管 挟持他来到天台 此刻警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 其中也包括刚归队不久的马克 马克见此形狂扔的方向刀 有时好商量 托尼有难言之隐 什么也不能说 只见他一把刮伤高管脱子 然后从天台跳了下去 落到下面的泳池里 马克上前查看 发现高管没死 只是灵带被削去一截 于是急忙带人下去追托尼 刀下的手下看到这一幕 随即来到泳池寻找托尼 却迟迟找不到人 他掏出电击器刚准备按 托尼突然从背后杀出 先是打坏电击器 接着把手下制服 却意外从他口中得知 杰克从始至终 并不打算把大象还给托尼 这次派托尼出来 也是想置他于死地 杰克计划 托尼今晚要不被警察打死 要不被手下用电击器垫死 干到这儿咱们一败 杰克并不是吸财 而是就想要托尼的大象 原来杰克是准备把托尼的大象 送给明天的卡塔纳 共和国统治者 把托尼阻拦 所以将其除掉 还是想吐槽一点 那随便找头大象不好吗 非要去动托尼的大象 是不是典型的晚上上厕所 不开灯 找死 了解到这些 托尼打约手下逃离了现场 马克下来也因此扑了空 托尼在叫向之前 要先把身上的电击器拆下来 于是当天晚上 托尼找到马克诉说自己的情况 并将已知的事情告诉了他 最后在马克的帮助下 托尼身上的电击器被成功去下 同时确定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 是在泰国总统 与卡塔纳共和国统治者的欢迎会上 两人随即开始各自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 杰克秘密会见了几位泰国将军 原来是他们不甘寄人篱下 想要发动军事政变 并雇佣杰克 让他想办法 让总统和其亲信 一起被炸死在欢迎会上 只要他们一死 将军们立马发动政变 由于此次疑是安全级别特别高 武器根本过不去安检 所以杰克把两枚炸弹安置在象牙中 然后通过将军们的关系 让大象送进去 看起来十分完美 此刻杰克正跟将军们 坐在举办欢迎仪式对面的高楼里 静静等待着爆炸的发生 另一边 托尼一路调查 来到了杰克所在的高楼 开始一层一层往上打 在此期间 大风通过自己的途径 也调查到这里 这次 两人一起联手 对抗整个杀烧组织 托尼一手碎象拳 打得出神入化 全群到肉 朝朝致命 在底下小楼落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大风这边的情况却不乐观 他碰上老黑 奈何实力差距悬殊 他多次被打倒 虽然都能尽难爬起 但都被几招撂倒 这时 大风看到旁边倒在地上的油桶 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对手 决定跟老黑同归于尽 随手便将其点燃 整个楼层瞬间燃起汹汹大火 结果只有自己葬身火海之中 生死不明 老黑却趁机跑了出来 大火一直蔓延到楼下 托尼对战的房间 此刻 托尼正在以一敌三 与杀手熬战 很快 大火产生的浓烟 冲至整个房间 托尼见状意识到 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 他脚沾气油点燃 顿时变成脚踩风火轮的哪吒 一顿噼里啪啦的脚骨 轻松吊停散人 彼此同时 欢迎仪式正在入火如土地进行着 马上托尼的大象就要进场了 此时的托尼又遇到了心敌老黑 两人颤抖起来 不分伯仲 一路从房间里 打到外面的铁道上 到这个时候 两人的体力都已经快投资 不料 托尼的脚还意外被轨道掐住 他用一只手跟老黑对打 丝毫没落下风 就在这时 一辆火车从远处驶来 托尼安住老黑将他拽倒 一起卧倒在轨道上 躲过呼啸而来的火车 火车一过 托尼迅速把腿冲出来 继续与老黑战斗 两人你一拳我一走 打得不可开销 最终还是托尼气高一筹 脚踩滚过来的铁轮子 躺躺而起 一个重重的爪击 老黑彻底失去战斗力 很快 顶楼的杰克得知此消息 坐不住了 下去阻拦 面对托尼索要大象的要求 自大的杰克 直接把整个事情 告诉了托尼 其中就包括 象牙里装微型炸弹这件事 此刻 杀手组织里排名20号的 美女杀手 正为装成性感的送花女郎 带着装有感应器的花篮 往台上走去 只要总统拿起花篮 扣到象牙上 就会立马引爆 托尼听完不敢过多耽搁 迅速上前开展 这次他火力全开 推着杰克一顿猛锤 最后抱着其从高楼 摔了下来 杰克当场军着过去 托尼拖着受伤的身体爬起来 立即给欢迎仪式 现场的马克打电话 把炸弹的事情告知 马克天丸朝着台上 大喊象牙里有炸弹 话音刚落 现场瞬间乱作一团 总统则扔掉手中花圈 在保镖的保护下 迅速撤离了现场 美女杀手进此情况 意识到事情败露 也跟着趁暖逃跑 但路上刚好遇见醒来的杰克 劝他赶紧撤 老话说得好 刘德青山在 不怕没拆收 可是杰克认死李 说什么都不走 他活生生掐死了 这个想要逃的美女杀手 然后王主会场赶去 而此时托尼来到大象面前 虽然华蓝里的感应器被扔了 可象牙里的炸弹还未拆除 而且象牙一旦掉下来 也会随着发生爆炸 由于象牙安装的过于松动 必须要有人去压着 要不然用不了多久就会脱落 托尼尖装只能自己去压 指挥大象来到海滨的平台上 准备把象牙拔出来扔下去 没想到 就在这时 杰克赶了过来 先是撂倒马克 然后对压着象牙 不能还手的托尼 一顿猛K逼他松手 但托尼就是死死撑住 关键时刻 大难不死的大凤 一击老黑也跑来加入战斗 现场陷入到一场混乱 大凤在马克的帮助下 一击重踹击上了老黑 此刻 杰克手持棍棒 朝着托尼打的过去 最终托尼没能撑住 松开手 杰克伸手就要要去拔象牙 与托尼同归于尽 托尼见状 吹出一声口哨 大象心灵神会 把杰克举了起来 托尼起身 踩着象身一跃而起 接着一脚踹飞杰克 炸弹瞬间发生爆炸 杰克葬身起重 托尼跟大象受到炸弹冲击波的影响 双双跌落到海中 过了许久 托尼被大象拖出了水面 拖射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一名《东鹰公2》 却骂天下 是一部由托尼甲 领先主演的 断罪动作片 于2013年上映 这部充满态势风格的动作片 从好打到尾 确实非常精彩 加上合格三地效果 为的就是刺激观众详净 完全可以忽略剧情上的 乐动难处 所以喜好动作猛片的小伙伴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感谢观看